看到这个标题后 你可能还在愤怒中 所有的博主都在推荐经典款基础款 看看为什么要让我们扔掉这些基础款呢 大家先消消气 静下心 听一下这三个问题 一经典款和基础款有什么不同 二买衣服时 你们是选基础款还是经典款 三你们已经拥有的这些基础款 或者是经典款 能穿出高级感和时尚感吗 在这里呢 我也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希望留言告诉我 其实呢 越是简单的衣服越不好搭 为什么 因为人越漂亮 穿基础款越好看 如果你的皮肤细腻 身材超棒 腿超长 有着模特的风范 走路都带风的那种气质 那么这期 接下来你就不用再看了 期待你看下一期 这期的内容呢 主要是面向像我这样超级超级超级的普通人 如果穿的太普通 真的就像过路人 今天呢 我也想试着拿这些基础款 所谓的基础款吧 看看能不能穿出高级感 我身上配的这件格子的衬衫 大家说是基础款吗 当然呢 还有很多件衬衫 比如说白色 蓝色 还有其他颜色 我会穿在身上 给大家做个示范 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先看一组图 你们觉得这些款 哪些是基础款 哪些又是经典款 白色衬衫 白色T恤 小白鞋 经典款里的奢侈品 应该说是奢侈品里的经典款 也有很多 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选哪一款呢 这期基础款 你们没有错过 因为呢 基础款是穿搭当中 最最最厉害的王者 就是因为很多人不了解基础款 只是去盲目的模仿 今天呢 看看就穿了一套 超级普通的基础款 大家看怎样呢 白T恤 白衬衫 牛仔裤 再加上一双小白鞋 类似看上去 这些都是基础款 头换呢 我就简单的输了一下 就上街了 可能我也没有费脑筋 去想要怎么穿搭 就随意一些 不过呢 我们再看看这些 明星模特 穿T恤衫 牛仔裤 怎么看 怎么舒服 为什么 其实呢 我们亚洲人啊 黄皮肤人 就是没有欧式的眼睛 没有高鼻梁 没有大长腿 朴素的我们 包括我们的五官 身材 还在学人家的穿达 所以我们永远都是那个最没有个性 最朴素的人 在这里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不要盲目的去模仿 因为每个人的五官和身材 包括肤色都是不一样的 最主要的话 气质也不一样 好了 这件白色的衬衫太普通了 我就换了一件蓝色 棉麻的 看看怎么样 也许会塞进裤子里穿 也许你们会配在肩膀上 大家呢 有很多的穿法 再换一件 格子衬衫 你们说格子衬衫 会不会过时呢 就是刚才我配在身上这件 是的请扣一 不是的请扣二 日本人呢 穿格子条纹的很多 看上去呢 朴实又干脸 而且还很可爱 无论是男还是女 他们都会有一件格子的衬衫 包括现在的小孩子 也是格子衬衫 大家看这样穿 你们喜欢吗 觉得怎样 别忘了留言告诉我 好了 我们再换一件米奇色的衬衫 被大家也换上这个衣服了 我们再换上这个米奇色的 它的领子真的是蛮可爱的 特别小的肩铃 这种领子呢 小领子嘛 后面是一个这种背肩式的小领子 它属于肩铃 看上去会很年轻 但是呢 这种颜色如果搭不好的话 就容易显老气 我穿这件衬衫 你们看看我到底有多大呢 是显老气 还是显年轻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了 其实呢 上面的穿搭 全部不符合我的心意 这种穿搭是不是太普通 当然了 你就是想穿的朴素一些 低调一些 这种T恤 配牛仔 穿双小白鞋 或者是穿件白衬衫 蓝衬衫 都无所谓 因为呢 穿搭呢 没有错于对 只要你开心 我就开心 其实呢 我在这里谷歌了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基础款经典款到底是什么意思 基础款经典款 既为经过时间或事实论证后 最有价值 最被消费者接受 说明该单品符合大范围群体的 社会意识和审美标准 因此说穿基础款和经典款 较为保险 基础款的单品经常与朴素联系在一起 这是更为通俗化的理解 包括简洁的款式和单一的配色 其实穿基础款需要气质 身材和柔貌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啊 基础款符合大众审美 穿基础款较为保险 也就是说大众化了 所以说呢 这些朴素的基础款 我们大变身一下 如果你不想扔掉你的基础款 或者是那些过时款 那我们就瞪大眼睛 看下去吧 这是一双今年最新款的耐克运动鞋 一般呢 我呢 很少穿耐克 这双鞋呢 是人生可能第二双吧 因为当时是我脚痛 路过店铺的时候买的这双 颜色非常的好搭 后面是蓝色 橘色 主要有时尚元素的同时 穿在脚上还超级超级舒服 换了一条裙子 高腰百折裙 最近呢 这条裙子出镜比率真的是非常的高 因为呢 太百搭了 无论怎么折 怎么压 它都是老样子 不会变 这个颜色呢 让本身朴素的基础款 展现出有分寸 避免了 故意制造高级感 或者是不自然 属于大自然的舒适风 好了 重点来了 越朴素的衣服 首饰越重要 衣服单一了 首饰要精致 通过点缀个性的配饰呢 让我们这些基础款搭配起来 变得个性和活泼 大家不一定要和我的首饰是一样的 选几款你们自己喜欢的首饰 比较精致一些的 突出你们自己的个性 这款项链呢 其实就是穿T恤时用的长度 简单 但是百搭 戒着呢 迭带 复述带都可以 项链小一些的话 戒指可以选大一些的 手表也是大好的 哦 对了 这款呢 最近一直爱用 它是男士的小号手表 尤其是到了夏天呢 超级喜欢这一款 还有短发的话 如果你也是短发啊 耳朵上的视频啊 真的是很重要 其实呢 这个发型也不行 懒人搭配嘛 帽子 让我省了不少时间 所以呢 帽子颜色和裙子颜色 选一样的 对了 发型重要 妆容也重要 衣服朴素了 那就补个纯色 让肌肤看起来更有血色 虽然平时呢 戴口罩啊 吃饭喝水 摘口罩时 也不能忽略 刚才那件白衬衫呢 我同样是穿在外面叠穿 效果是这样的 你们觉得怎样呢 重点来了 基础款的单品 基础款的单品 虽然经典百搭 但是不适合成套出现 不要全身都是基础款 那样不好驾驭 而且没有特色 加一样 带有时尚元素的单品进去 效果会非常的不同 如果大家想采用这种混搭的风格 将不同的风格的基础款单品 加在一起 属于你的风格和款式 这时呢 才会产生化学反应 让基础款变得更加吸引研究 刚才这件蓝色衬衫 同样也是这样穿 其实呢 我选择了一套衣服 一直都没有换 只是衬衫在做穿搭 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起来更出效果 这件蓝色衬衫呢 其实是有点oversize 当然呢 放出来穿也可以 塞到裙子里也可以 袖孔呢 翻起来它是浅灰色的 可以呢 充分的发挥它的长处 把袖孔绵起来 重点呢 蓝色就一样东西呢 感觉有点寂寞 我们再拿一个蓝色的包包 和衬衫对应一下 这样的全身效果会平衡 大家觉得怎样呢 你们喜欢白衬衫 还是蓝衬衫 留言告诉我 格子款呢 同样的穿法 感觉呢 比刚才那件纯蓝色的 活力了一些 同样呢 蓝色只有一样东西 有点太单一了 搭一个蓝色的包包 如果你们还没有忘记的话 鞋子后面还有一点蓝色哦 这身穿搭 带娃 约会 逛街 都可以用 重点又来了 常见的基础款 单品的风格 包括 休闲风 通勤风 和优雅风 三种 大家可以选西裤 搭针织衫 长裙搭衬衫和帆布鞋 T恤呢 搭短裤 等等 都可以穿搭的 但是只要放一件 当下流行的单品进去 效果会完全不同 当然了 这件衬衫呢 可以直接穿 不需要这种叠穿 我懒得脱了啊 为什么选这个颜色的衬衫 当然是有理由的 典型的日系穿搭配色 好了 这个就留给你们 告诉我答案吧 为什么会这样搭 很期待你们的答案 这身呢 我就配了一个 活力时尚元素的包包 同样也是 VG 大家觉得怎样呢 你们喜欢哪一套 哇 好像看到这里 我已经不知道 哪个是经典款 哪个又是基础款了 所以呢 穿搭呢 千万不要给自己 限定那些边边框框 只有你穿过了那些 花花绿绿的衣服之后 翻回来 再去穿基础款 才能找到感觉 所以尽情的失败 再失败 只有失败的过程 才能培养出气质 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关于时尚穿搭 美的一切 别忘了赶快关注我 否则下期就找不到我了 好了 下期再见 またね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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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